做黑松露鸡 是十大名鸡金奖 哪里颁给他 第三届江川黄鸡白鸡燕 我也有参赛 他好像是参加了一个比赛 只有一个奖牌 然后放很多奖牌 你很想看奖牌吗 我们也没有地方挂 三楼也没有位置 我哪有三菜 我参加了一个 由一只毛鸡 一对最多三个人 最快炒一个菜 最少要四两鸡肉 你第几名 金奖 江川黄鸡比赛 有很多项目 甚至有八尺鸡 有八尺鸡专门一个比赛 所以不同 我见过他 但我当时没有困 今天开心 有两个奖牌一起和我吃饭 一个是你 另一个是你 哇 各位观众 是的 等一下 我有一些东西 为什么晓曼的影片 我会把菜单寻门 我只有一些四个菜 你很笨 为什么能够九个菜 难得请了 保姨过来,我们第一次在品诚记一起面试 你干什么?我生鲜鱼,你坐在一起吗? 不是,我拿着我来吃饭 我以为品诚记只有我喂他 我想不到你也喂他 我对他最好,我保姆 现在跟我生鲜鱼 我经常保护摄影师,现在摄影师是最惨的 为什么呢? 看见我们吃,我们吃完他吃了,已经凍了 你这些小吃需要钱吗? 这个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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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元一碟 是否没有干净? 哈哈哈哈 你现在果以后都会有这个想法 怎么办? 我以为不是 黑松露啊,傻子不懂 我不明白 现在的私房菜也好,高档酒店也好 一出的粤菜也好 我们说的粤菜也有根源 你怎样变化都不是 吃黑松露三个字 或者放鱼子上去就可以达到很高 法国转吃黑松露 鱼的反应 没有吃过,没有发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些黑松露是一片片的 对啊 一粒粒 哈哈哈哈 图片仅供参考 哈哈哈哈 看起身边的状态是否对了 对了 鸡一定新鲜 因为鸡皮还是销的嘛 就是姜蒜炒鸡 炖鸡的味 有汁的 这个鸡汁送饭也可以 但是绝对没有黑松露的味道 黑松露是柳梅气的 没有那一层脆 闻就闻不到,吃就吃不到 但是好吃 我们不要叫黑松露炖鸡就可以了 鲜鸡本身爽的 那些是旧日子的鲜鸡 不是,是十十的 哇,我吃鸡也是你教的 蛤? 你教的嘛 我会教女人吃鸡的吗? 你教了一个鸡鸡 第一口鸡丁肉 嗯 真的很融洁 爽脆的 但是你吃鸡鸡 鸡皮一定要够爽脆 因为鲜鸡真的吃皮 嗯 果然一个著名美食节目主持 嗯 嗯 这些就是云南 国产 没有味 我试过去拿 它应该是两三百元一斤 都算大粒 但是它是 即是新鲜炸出来 属于一种菌 它的样子其实好似黑松露 但一点香味都没有 新鲜 整粒很美味 你是不是真的人工样子 是 就是和黑松露虫我一个道理 不是 不放的 不放的 可以 这个鸡 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首先 拿这个炉 上来 一直热 你看 这里还滚 这里还滚 那这鸡本身又漂亮 味道也好 神经病 好像神牛 我们吃饭 刚才你说的汁可以拌饭 耶 这个汁可以拌饭 隔楼 很多美食节目主持人 特别是美女 她会说 减肥 有照顾形象 吃东西 很斯文 你还是不会的 你像野人 哈哈哈哈 很粗暴 所以和她吃饭 很开心的 没有什么是有静的 嗯 嗯 要这样的 很好味 要摇的 不要拍摇 先吃 要摇的 哈哈 哈哈 我们现在是科目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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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 鸡油味 鸡汁味很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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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吃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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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盆 以钓鱼一样 蔥薑都不加 整体内是烤鱼的 很多观众误会我 不是,是兄弟 焦菇,下屋超老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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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离开了信德,找到淡水鱼很好吃 不腥 但我们这排真的好彩 这个要求很高 油炎蒸鱼,很大胆 姜葱也不放 我们来看看火候可不可以 吞开背脊 来了骨 蒸少三十秒 蒸少三十秒 让鱼更滑 蒸鱼很讲究 清甜的鱼,肉有酸酸的 而且不是很咸 就是你吃到鱼的自己的味道 这个可以了 采水采得厚 九十五分 扣五分 蒸多了三十秒 有点黏骨 它如果再放了几粒豆豉 就是放些诗汁下去 真的更惹味 因为呢 豆豉紫酥很配 你炒锅也要放 这个呢 紫酥的味道 都有 但不够 有点黏鱼 其实蒸大肠呢 紫酥和豆豉 哈哈哈哈哈哈 有煞气 有煞气 又有煞气 那个口感挺好的 有咬头那种就舒服 如果你蒸得很软很软 那就不好吃了 有煞气 后面那边好像 煞你的猪骨 好吃一点 有个就我后面 你别看我女儿 我看你后面那边而已 哈哈 好吃吗 毛哥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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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街市买都买不到 嗯 他说汤是好喝的 很大锅 68元 对 68元 现在开了锅 是不是吃黑松露鸡有味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梅 先熟一下 很棒 很大锅 骨头 没有什么 猪骨 你吃烤猪 吃烤猪 不可以多肉 我这么大锅 怎么做呢 胡椒 萝卜 猪骨 有烤都不算多 挺傻的 那时候 有牌子 拍一下沸腹 哈哈 正宗沸腹 哈哈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 很好吃 是新鸡骨 真的值得 汤也很好喝 哇 哇 啊 啊 嗯 嗯 鸡好吃 哇 要咬骨头 骨头 骨头都咬出来 什么 哈哈哈哈 算了 哈哈 你见到男人和禽兽是没有分别的 哈哈 哈哈 人家见利忘义 他就 哎 哈哈 对不起,我今天不给他来 是吗 一见到寶怡 什么人性都没有 禽兽 吃得多干净 哇 我证明这只猪生前没有痛风 也没有不得真生 你给我的老狗 你给我的老狗 更乾淨 我和你的老狗 哈哈 哎 最后的食物 看我后悔了 这个会不会 饮到脚痛 没有 痛就痛 那么好吃 不要多我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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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立刻起床 哇 整个汤都很棒 一些萝卜都淋 它放很重的胡椒 它差一样的 接近澳门猪骨煲 差一些鸡脚 它又放了橡皮 有很多萝卜 还有很多萝卜 这个汤底腩很漂亮 胡椒味又重 等到什么都熟 你喝这口汤就很棒 今晚来这里 每天都好吃 不要踩兜 我们468元 阿波 刚刚过完新年 我们就过个肥年 真的肥了 各位聚餐可以选择这里 鸡是好吃的 鱼是好吃的 鱼是好吃的 但是最后竟然给最后那锅 猪骨煲 我们一致认为 猪骨煲是最好吃的 可以 各位下一集见